把集中放慢嘛 然后一半分去打 我觉得就减少一些无谓失误 还是有机会去慢慢 那时候落后其实就放开打吧 也是要减少失误 然后每分打的 其实对方也是会领先的 肯定会保守 我觉得我俩还是 心心上还是比较坚定嘛 然后想必须要拿来这场比赛吧 然后在2比2的时候 我们就是后面 7比10落后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以打长的为主 然后对方杀人